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杨将曾说,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地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世间熙熙攘攘,人生悲喜自度,解锁幸福的钥匙,不在别人的口袋,它藏在自己的手中,人这一生,不过就是自己成全自己,最好的活法,不过十二个字, 骨子坚强,品行干净,内心善良,骨子坚强,你是不是经常对自己说,我不行,我办不到,我太差了,对自我的否定,其实都源于内心不够强大,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感到自己不如他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沉沦,任由自卑的情绪侵蚀我们的心灵, 我们可以比别人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此放弃 反而,我们应该在骨子里刻下坚强 孔子说,真正的内心强大,不是困斗之勇,而是适于时事临大难且不惧的圣人之勇 这句话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并不是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勇气,而是在面对困境时,能够保持冷静,坚定,勇往直前的勇气 这种勇气,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不断锤炼 摩利,抗癌17年的小伙王晨,就是一个内心强大的典范 他在年仅6岁的时候,就因癌症被截肢 这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反而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19岁时,他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 23岁时,更是成功保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身体的残疾并没有消磨他学习的意志 反而让他更加刻苦努力,在王晨的求学路上 有一首词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 那就是苏氏的定风波 词中写道,莫听川临打夜声 何妨吟孝且徐行 逐杖王邪清圣马 谁怕,一缩烟与韧平生 这首词所表达的豁达与坚韧 正是王晨在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的态度 他不怕困难,不畏挫折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内心强大 尼采说,其实人跟树一样 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 他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 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站得更高 就必须拥有坚强的内心和坚定的信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黑暗中找到方向 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骨子里坚强的人,不会惧怕黑暗 因为他本身就能发光 他们有着为自己掌灯的勇气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坚持下去 直到迎来曙光 他们明白,没有谁的一生是完美无憾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和困境 而那些能够拿到上天发的那副烂牌 在一路的披荆斩棘中打成自己王炸的人 才是真正的强者 所谓坚强,并不是要我们一味地忍受痛苦和困难 而是要我们学会接受最差的现状 然后奋力前行 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柳暗花明 我们要正是挫折 将其视为磨练心性的机会 我们要在跌倒中学会重生 在失败中找到成功的契机 余生还长 让我们都做一个坚强的人吧 不再畏惧困难 不再逃避挑战 而是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未知的明天 正是挫折 磨练心性 一边跌倒 一边重生 品行干净 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男人去一家上市公司面试销售岗位 男人曾连续两年 是前公司的销售冠军 面试官问了他一个问题 哪件事能说明你的销售能力 他得意地说 曾花了七天的时间 向一位月薪两千的宝洁阿姨 推销了一个价值八千元的课程 面试结束后 他没有被录取 面试官说 我不怀疑你的销售能力 但是我不看好你的人品 的确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 但言行品德 同样不可忽视 就像一块在冰箱里放了太久的蛋糕 虽然外表看起来仍然诱人 但细细品味 却会发现那已经变质的味道 契赫夫说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 无论是面孔 衣裳 还是心灵 思想 品行干净 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 他决定了一个人 在人生道路上的高度和远度 再给大家讲 另一个故事 有个人请风水大师 去看一块地的风水 途中远远看到那块地的方向 鸟雀惊慌地拍着翅膀 他远远地看见 孩童在那块地的树上摘果子 他怕自己的突然出现 吓到孩子 于是就让风水先生回去了 风水先生笑着对他说 你家这风水不用看了 你们这样的人家 干什么都会顺顺利利 他一脸疑惑 风水先生解释说 你不知道吗 世间最好的风水是人品 这句话如同醍醐灌顶 让它豁然开朗 原来 风水并非只是地理环境的选择 更是人心品行的体现 一个人的人品 就像一块磁铁 能够吸引周围的正能量 让一切事物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做人 无论身处何等境遇 都不应该丢弃人品 因为只有光明磊落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能力或许可以决定 一个人走得多快 但人品却决定了 一个人能够走得多远 一个拥有良好品行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 越走越宽广 好好经营你的人品 就是在赚钱 三 内心善良 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太太 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养老院 途中老太太一直握着挂在胸前的戒指 哀叹自己会不久于人事 三天后 司机接到了老太太的电话 便去了养老院 老太太哭诉道 我的戒指不见了 一定是落在你的车上 司机记得 老太太下车的时候 戒指还挂在脖子上 司机想要反驳 老太太说起了戒指的来历 一场意外带走了她的女儿 戒指是女儿送给她的礼物 女儿离世后 老太太便把戒指挂在身上 就好像女儿陪在身边一样 司机听后落泪了 便撒谎说 戒指落在了出租车上 司机向老太太 要了一张戒指的相片 为老太太定制了同款戒指 一年后 司机收到了一封 信和一份遗产清单 是老太太写给她的 原来老太太遗失的戒指又找到了 她被司机的善良感动了 便把戒指送给了司机 还送了一栋别墅 爱是会流转的 善待别人 会集自身 善良 本就不求回报 但你积累的善良 会在不经意间赠予你好运 最近在看心动的offer 被陶永医生温暖到了 大家聊到对疾病的固有偏见 陶永医生说了一段话 在我的门诊里 印象最深的 或者是接触最多的就是 HIV患者 他们来看病的时候就不说话 戴着帽子和口罩 一般看到这种 我会主动上前说 我们可以拥抱一下吗 陶永医生内心的善良 给那些备受偏见的患者 带去了一份温暖 真正善良的人 你可以在他的身上 看到一种兼容他人的魅力 不管何时 不管对谁 他懂得推济及人 照顾他人的感受 保全他人的体面 人为什么要善良 周国平是这样说的 我们活在世上 人人都有对爱和善意的需要 今天你出门 不必有奇遇 只要一路遇到的都是友好的微笑 你就会觉得这一天十分美好 善良很简单 一句问候 一个微笑 都会让人如暮春风 内心善良 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 你只管善良 世界会偷偷给你奖赏 三毛曾说 心知何如 有四万丈迷津 横更千里 其中并无周子可以度人 除了自度 他人爱莫能助 自己是人生唯一的百度人 孕有好坏 福有深浅 骨子坚强 才能涅槃重生 人品干净 才能赢得掌声 内心善良 才能迎来福报 生活 如同一片广袤无垠的大海 时而风平浪静 时而波涛汹涌 我们每个人 都是那海上的航行者 承载着梦想与希望 始向未知的远方 在这漫长的旅程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如同那横更在前的万丈迷津 让人望而生畏 然而 正如三毛所言 这迷津之中 并无周子可以度人 我们无法依赖他人 无法寄希望于外界的力量 来拯救我们 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 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毅力 我们才能勇敢地跨越这片迷津 迎来人生的新篇章 运有好坏 浮有深浅 人生中的每一次遭遇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都是命运赐予我们的考验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和家庭背景 无法预知未来的道路会如何曲折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这些遭遇 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人生 骨子坚强 才能涅槃重生 在面对困境时 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坚定的心 不被外界的风雨所动摇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困难 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逆境中崛起 实现人生的涅槃重生 人品干净 才能赢得掌声 一个人的品格和道德水准 往往决定了 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誉 一个品行端正 诚实守信的人 自然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而一个品德败坏 虚伪狡诈的人 则只会遭人唾弃和鄙视 因此 我们要时刻保持一颗纯净的心 坚守道德底线 做一个有良知 有责任感的人 内心善良 才能迎来福报 善良是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之一 一个内心善良的人 总是能够用宽容和理解 去对待他人 用关爱和温暖 去感染周围的人 他们的善良行为 往往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和恩赐 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越走越宽 如此 我们才能无愧自己 不负此生 人生的意义 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和地位 而在于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 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 只有当我们用坚强的意志 干净的品格和善良的心灵去诠释人生时 我们才能真正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价值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纯净的心 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 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 我们要学会宽容和理解 用爱去化解矛盾和冲突 我们要学会感恩和珍惜 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有些会让我们感到愉悦和满足 有些则会让我们感到失落和沮丧 但无论遇到什么 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挑战 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 拓展新视野 我们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和求知欲 不断地探索未知的领域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和出色 最后 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次经历 都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回忆的 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用爱去呵护身边的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 留下美好的回忆和珍贵的经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支持 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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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